8月22日,官员们表示,一名威地玛拉女孩的尸体在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里约热内卢布拉沃河水域被发现,这是最新一起移民在试图抵达美国时死亡的事件。 塞尔吉奥·罗德里格斯是该市消防局的负责人,他表示,他们得知一名女孩试图带着她的母亲过河,突然湍急的水流把她从母亲的怀里夺走。 根据了解,她被拖到了下游大约5公里的地方。 在一次联合行动中,当地警察、消防员、民防队、国民警卫队、墨西哥移民研究所和美国边境巡逻队从水中打捞出了她的尸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